我们还是高峰来临之前的快速传播的一个阶段 按照我们的监测的数据推测 我们每天目前可能就49万到53万人 未来可能就明天后天可能在这个基础上按照10%的增加 所以我们整个的人群应该讲还不到高峰 但是我想我们只要我们大家共同来努力 进程是可控的 不会高峰特别高 或者说我们整个能够把这个线拉得更平更长 那这样我们为整个我们的医疗资源的准备 我们以感染医护人员的康复 我们好多资源能够更均匀的使用 不会短期内突然造成这样一个高峰的时候 有些资源的挤兑 我们的门诊的拥堵 这样的我们 所以这个过程 我们尽管说处在这样一个高峰的前夕 但是通过我们的努力 也可能我们的高峰不是那么高 我们其他所有资源 不会在短期内造成这样的一个挤兑 我们下期再见 5-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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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7-4-10-5-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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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10-6-6- Vern